比老爷当量 比老爷再次增长 对抗柔柔 批文费的较量 比老爷赢了 刚刚也是看那个特别逗 人人网推出了一个那个 劝架鼓丁 笑死我了 一个是确是360 然后两个手握在一起 外面一个铜桃金 像是那个 撑了一会儿 马上就被和谐了 这个鼓丁 人人网也劝不动了 如果上面是 那个logo是一个镰刀 中间一个锤子 那绝对能劝得了 这个是 什么地图啊 铁人三项 好久没见到这张地图了 好陌生啊 虽然这张地图还在用啊 铁人三项 这个毕老爷是 没有把这个手机称带暗化 没错 跟刚刚那场States 对HRUK是一样的 也是铁人三项States 是这个BG啊 二矿开局 然后这个让毕老爷是 把二矿开局 然后放在里面 这个战术选择就多一些了 但是悲剧性的 刚刚States是BHRUK 这个一波LUK带走了 正面的一波 正面四个LUK加那个 七八个小狗 七八个小狗 没有多少 就上去了 顶多一队吧 这个肯定是侦察做的太差了 侦察也侦察到了 只是States一如既往的偷 这个门口啊 就放了两个地宝 那时候两个地宝刚刚好 后面还有三个还没好的 那也太偷了 五六个ZLOT和一个龙旗 没有完全堵住 那其实可以守住 可以守住 他应该是没有用ZLOT 站住位 然后让小狗上来 直接点那个 直接肯定宝 站住位也不行的 站住位顺点让那个秒 关键是还是 往后站的时候 他还是太偷了 保护好地宝 他还是太偷了 比老爷 很幸运 第一时间探到了 十二地外双队单兵营 同桌是不亏的 这是很赞的 开局 直接第一天狗直 那气矿 气矿 怎么修 气矿 那次我看特别逗 好像就是比老爷 在打一个同桌的时候 挺早了 那些农民特别骚 就在这儿 不停地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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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一个农民眼看 就要汗死了 然后比老爷 毕然就来冲进去汗 同桌不像人族 能修 同桌怎么办呢 他就用另一个农民 把自己那个 只剩五滴血的农民 啪一下子喷死 这 自己补自己的刀 反补 让比老爷 少得钱少得经验 对 哎 今天干回事了 要干扰你 开个矿 哎 陈总说 你个仇俩哥 让我神足开矿 白来了 白来了 你太天真了 期矿爷 是赶紧的放下 这边直接三基地了 三矿 没有说第一时间 在盘科技 这个时候 其实两基地 先副科技 反正你也不需要造狗 你也造过 杀死这个农民 走性科技速度快一些 然后你这个第三基地 也是可以很快放下的 无所谓的 哎 对 毕老爷也是 哎 毕老爷 一旧 风骚 一旧当 还要把这个农民汗死 什么 有种你再去二矿放一个 哈哈哈 这个资源 毕老爷 真 发烧了 毕密啊 哦 是搞这个 应该不要 他已经 这个以车的操作 应该是操不掉的吧 他之前那个红雪的农民 跑哪去了 就是造性科技 喂随的那个 哥们 这个谁要来的路上 没有碰到他吗 刚刚 他这个农民 如果回采矿的话 刚刚应该也补到 可以补得到 应该是在二矿 造的盖死了吧 哎 哎呦 哎呦 大师让我说 晚上JSR 那是的 大家 我迫于压力啊 大家去看JSR吧 嗯 不要看这个 哎呦 哎呦 这应该是 估计是去二矿造器了 我开始了 随意下 这个 哎 铁人三项的话 神族有一个 特别恶意的地方 就是在 重图家里面 那个位置 哦 里青 对 让你在这儿 到基地 你狗也狗不去 狗不去 你要打蛋 你蛋都打不了 那个 因为我房子 还得 然后那个 所以说呢 重图 你要第一天 被神族这么上来了 有神族说 你叫老老师的 先把情况放了 把科技给补上去 对 那个里面就别着急放了 但是呢 他就选择 还是先把里面放了 其实有点危险 正好 别老人会 比较着急 先放自己的基地 并没有说去干扰对手 怪到那一个水晶放下去 肯定不亏 而且有的水晶在里面的话 你可以开里面 跨到视野 这样你 农民再去侦查的时候 直接一点就能进去 就是一个非常转的水晶 一般神族都会放 这个应该是 农民发现了个小狗 但是小狗好像没有看到 那个东西 诶 这 狗在走的时候 后面 屁股后面 有残留视野 对 这边这个口水槽 放的位置 非常的嚣张 你这个 是要乱世吗 不是你这个口水槽 这个是故意给丢 他看到吧 然后逼着自己 门口五地宝 是吧 不知道 怎么想 但是他也没有放2gas 对 应该看到了 应该看到吧 这个 老林还很满意地走了 嗯 看他就走 毕老爷 就你这智商还骗我呢 我还不信呢 海盗船会好好地看一看 哎 话说这个农民怎么一直在里边啊 活的时间真长 你毕业再转吧 哦 再转 你看这个也是 知道你海盗船要打至空 哦 V啊 这个VR能不能看到 能不能看到 应该能看到 看到了 这个走 总是走不了了 继续住 门口肯定死到了 对手 现在知道了必要有一个类似羽肉形后舍的打法 这个农数方面要马上转口水了应该是 嗯 气况都没有造 现在就是经济飞发化 然后出口水 再打蛋 把他 然后现在要开四矿 然后把四矿那个蛋的也赶紧打掉 这样的话也是 嗯 可以这个口水去救 不然的话被人家混浪进去就很难受了 这张巨族的话,重组也是有那种可以疯狂扩张的打法 这个在主框补上了自己的第五个基地啊 这个三号五基地,这个 面对B老爷的这种宇宙天风流的话 重组首先是四框,最好是把基地放下去 反正你这个,从概率上来讲,还是放的比较好 这个还要升级骨蕊的移工,以及是空机的移防 有时候战时没有开四框的意思啊 因为他三盖子都已经放了下去 这样的话,应该会爆一波飞龙,也有可能 但是对方的这个海盗啊,一直在攒着 现在时候需要,反正是先特点自然侦察一下 对,看到B老爷这个,他就有那股兵营价里面,这个很高亮 对方没有在转 2BF,2BF没有在转 铁定了,要打工农了 这个有人都好啊 要头四个,去拆那个 哎呦,太阳了 神样的小狗啊,刚时候去侦察一下,他就来了 不过没有用自杀 看你这个坏人 那我安欢就补一个地宝吧,免威琴呢 这个狗就一直看着 我看着你,你就一直很害羞,不敢来 这个老爷,你还敢投吗 这个老爷,你还敢投吗 这个老爷,等下投了 肯定一高人的那啊 这 哈哈 哈哈 正为打一波了,是吧 一高人难大 也不了啊 不才有 哎,这个 这干嘛呢 这拉的也太多了 这,啊,两个GT不能用太快了 哦 放一个兵营,然后去开三框 开三框 这个三框有一点危险的 对方如果是 这个 全力抱 口水的话 全力抱口水,然后突然吐一波飞龙 就过来瞧秒金甲虫 你这个一波口水很难扛 如果你这么开三框的话 毕竟风筒之前的运营太顺利了 这除了是死在两个房子里外 其实就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呦 嗯,农民补的确实多啊 这个时候,其实风筒有钱放新的基地的 不管他如果要涨头水 可以就是放了一波放的基地 不放的基地 把行留着一会儿 但是这三气散起来 直接是一波 飞龙 飞龙 飞龙一波了 哦 这个太危险了 他非常聪明啊 就牺牲自己的自杀 去看看到底这个运营机在哪里 不然的话一直躲在这个VS上面 被有这个BS的PC的掩护 会让他觉得这个不知道运营机 到底在什么地方 所以他要各种房 这样的话就安心了 呃,先撞那边 哎呦,这B老还有长沙 有机会啊 哇,这房子没升一房啊 这个时候太脆太脆了 他第一天升一房 差不多至少应该海了 因为这个海道一宫很好的 非常快 这个所以沙龙呢 也是非常的比例 哎呦,这一波房子 不准备损失的太暗了 太暗了 他这个房子 打这种有些人很安全 打这种有些人从头升房 是很必要的 嗯,你这个 因为你只能升一宫吧 从头升个暗房 我暴自杀撞死你了 还敢打出去 因为这个房子被打掉了 哎,这 啊 这一波拿着没用啊 你测一算了 你没有 要正面打一波 要正面打一波 嗯,你不是罗杰 他这一波 他这一波 太看操作了 没有提速的资料 钢瓷神足 就是这样 哎呦,这有可能打下来啊 这些口语太少了啊 这是一半口语 他有一半在家里 是防守的 哦,双进甲 哎呦,这一波 这就是毕老爷敢这么打 哎呦,没必要了吧 他这么没有速度 哈哈,对方的兵力 他也不知道有多少 就这么A了 假神慢慢往下爬 哎呦,自杀过来撞了 自杀过来撞了 自杀过来撞了 自杀,自杀呢 我觉得一波就直接打下来了 现在 这,这就是毕老爷吗 不是,这个,这个 柔柔他干什么呀,柔柔 这就是柔柔吧 哎,谢谢你啊 这么四个人打死 这时候应该是 从头把神怒打死的一个 看命 太贵了 神怒把三框开了出来 瞬时就要把你打死的 你感兴吗 每次看毕老爷 打星际我都看不懂 这,就是每次都是 冲突的一个贪命 然后毕老爷把A死 他老这样 就烦 你要毁灭星际吗 毕老爷 就点这一页 又补他还是房子 哦,估计可能 卡了一下人口 所以被毕老爷抓住这个贪命 他刚刚被那个海盗 杀了太多的房子 所以毕老爷 就会果断打一个贪命 人家也 然后这个 口水也不是这么少啊 这个太少 这个时候至少三队以上的农民主的太多了 他农民主的太多了 刚刚没有 二框拉到主框又是一队 农民主的太多 太偷了 然后房子被打掉之后呢 人口是同红的 他补那些农民 少补一半 花生口水 走在这么多房子 这一波可能完全不一样 比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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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赢了 二龙表现很高兴 二龙表现很高兴 他祝福比老爷在决战中能获得胜利 我们的这个欧币卡已经灌到了 已经上了一千楼了 家肯定送进了 还有老规矩吧 那个最后比赛时间是吗 但是你代表了吗 拿手机卡 比赛不是有吗 MBC的台 MBC是有的 对啊 但是没有的 看那 好 这拍 看看 真水呀 这一贴子 这一贴子 黑市面 这个人 在这边 人们有希望 人们有的 人们有的 你不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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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许多